吃生食药小心 感染胡菌 男子遭截肢 观众朋友们 你是生鱼美食的爱好者吗 那最好在吃之前 先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这名71岁的韩国男子 在吃完了生鱼片寿司之后 竟因为细菌感染 而不得不被截肢 就在这位苦主 吃完了生鱼片寿司之后的 12个小时之内 他的左手 已经肿成了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 而且非常的痛 同时 他手上也出现了水泡 并呈现淤青的颜色 在度过了发烧的两天之后 他才去韩国的泉州市的医院看诊 医生诊断出 他手上的水泡和淤青 是一种胡菌感染 这是一种由创伤胡菌 所引起的感染 医生试着移除水泡和感染的组织 并给他打抗生素 希望能帮助他快速复原 但是由于该男子患有第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和肾脏病末期 导致治疗成效不佳 后来男子的患部甚至出现肉质腐烂的溃疡 根据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报道 由于肾病导致他的免疫系统比较弱 因此患部容易坏死 最后医疗团队被迫将手截肢到手掌椅上 以防止肉质腐烂蔓延到全身 幸运的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男子截肢且身体状况复原后便返家休养 别忘了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